大陳的日本分店三月才開幕 我們還沒輸,我們可以跟他們同步 一起開幕 我們十萬都沒有一票 就是了,我們那邊的商場 剛才開始裝修 你懂法術也搞不定了 開實體店時間上的確是闖絕一點 不過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開網上百貨 也是的,因為日本那邊 一直都很流行網上購物 正確,我們只要搞好網頁的問題 再處理物流那些事情 那就可以了,大洪先生 聽起來行得通的 不過威龍百貨一向沒有做網上購物 官網有點廢,剩下半個月時間 阿公,你這麼說,一定有想法,對吧? 絕對有想法 其實我們接龍已經有一個 很成功的網店,就是尋寶圖 其實尋寶圖在香港 已經運作得非常暢順 只要我們做一個入文版 再把百貨公司的商品放上去就行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只剩下這麼少時間 而請我們尋寶圖已經不夠人手了 而且我們還沒幫尋寶圖請到人 現在突然要搞入網站 我真的怕尋寶圖會倒塌 多多藉口 其實是人手,調配就行了 調一些過來幫忙就沒問題了 我們接用出名多人才,大洪先生 算是一個好想法 就這麼說吧 公協,你全權負責日本網店 一定要趕到在大嬸他們向我之前搞定 沒問題,大洪先生 爸爸,不如我們也去幫忙 群拆群力嘛 就由我負責去安排人走 好… 大洪先生 要這樣就說了,大家加油 加油… 幫他們找救兵嗎 我已經選了一批特種救兵 謝謝 你負責不負責 你這樣嗎?明明是先負責他們 又怎樣?那種工業越想補貨 我就要它越補貨越大 老婆很聰明 廢話,不過麻煩你爽手一點 日本百貨這個項目是你負責的 我想提前的開幕 五、三、四、四、月 有這樣的必要嗎? 怎麼會沒有? 工業那邊一定會失敗 我麻煩你兩手準備,盡追 工業無法補貨 我們也不可以負貨 師父,靠得我這麼急,有什麼幫忙 叫你來當然是幫我拍照 這堆東西全部都要拍 還要今天交貨 這麼多? 這裡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沒想過 威流百貨有這麼多貨要拍 我們兩個怎麼能拍光? 你別問為什麼 糟糕了,總之一匹沒那麼長 我說多也浪費氣 不過公司說會找人來幫忙 希望狗兵快點到 你等到這裡 俊仔,是不是要人拍照? 但是姐姐,你們穿成這樣 怎麼開工? 什麼?上頭說你們要人拍照 你們知道嗎?我們是特地穿得這麼漂亮 我們還很專業 特地穿好甲眉 救命,我是要攝影助手 不是要模特兒 你們穿成這樣,擔搭還是抬得? 我先去看看 不… 這麼短暈的,撿回家吧 阿師父 你又怎麼樣? 小心點 正在拍照 來… 撿好聲 不… 怎麼搞的? 全部和我走 以後不要再進我的工作室 救命, 原本五個人做的事 只有我和豹叔做了 吊頸也要拖氣吧? 幾年都沒試過了 哪有這麼多電話 籌寶圖? 我就糟了, 整個日本版面都要弄出來 我根本不懂日文 還要弄產品目錄, 我要翻譯 雷霆教兵什麼時候到?大哥 是不是要找懂日文的人? 我開了一個掣蜜 原來是派你來的, 正確 我弄了產品目錄 但我不懂日文, 你能幫我翻譯嗎? 幫幫忙,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我認識, 我認識 Kimochi和Yammedia這些日文 很強勁 真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是不是要找人幫忙? 雷霆? 細龍太太, 你問我懂不懂網上購物 當然懂, 我不知道多聰明 我經常在葉大雨林的網站買東西 所以他就叫我來幫阿明 他就拿著手 群姐, 你懂得寫寫寶貴嗎? 你教我就可以了 你看, 我連筆都準備好了 怎麼寫呢? 其實我們為什麼不在天神先生 在咖啡店討論? 隨便看場地嘛 阿恭要討好 我們的記者就是在這裡教 所以約天神先生 進來吧 好的 是…她的死戰爭真是 我們在這裡做生做死 她和楊揚到日本談刺 你別這麼小器了 你想想這裡怎麼佈置好 不知道我們救兵幾點到 待會遲個天神先生 和石原美美, 紫小姐就不好了 你們三個很捨得的 頭部沒有聲音, 嚇死人了嗎?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不會你們就是那群救兵吧? 是誰那群你們來的? 老闆叫我們來幫忙 沒罪了, 仔蓉探 玩贏了嗎? 人家這麼說話 你們到底知道自己來這裡做什麼嗎? 不知道 救命啊 我們一會兒要競爭, 要說話 你們不說話, 競爭什麼鬼 我待會見到天神先生和石原美美子 小姐, 你說什麼? 石原美美子? 女神, 我是八錦雄 真棒, 女神女兒 你好, 我是Hana 請開始, 請請請 你們好, 我是天神次郎 是石原的經理, 多多指教 是…多多指教 好, 輩子 輩子 他們是你們的同事嗎? David, 你給我解釋 只是搞一個網購站而已 Jenny已經給了這麼多人手給你 為什麼你還搞不定 還搞得整間公司混亂? 對不起, 大龍先生 大龍先生, 沒錯 Jenny給了很多人手給我們 但可惜全部資源挫賠 例如他給了群寫我們 我們來幫我們寫網頁 你覺得這樣合不合理? 有這種事 今天沒有規定 你一定要群姐寫網頁 我給了人手給你 你們應該會自動調配 是呀, 你們不懂得靈活運用 執生嗎? David, 我交了一個任務給你 你就有責任用盡一切方法解決問題 而不是把波子交給我 我已經對外公佈了在日本搞網店 你現在才說搞不定 又要我再一次一次? 對不起, 大龍先生 進來吧 不好意思, 各位 大龍先生, 有好消息告訴你 這次你不僅不會壞 還拿了彩威度盡 什麼意思?坐下來再說 大家都知道 我這次去了日本 跟那邊的熱帝雨林網站談合作 既然一場去到 當然會到處去看看、學習一下 增廣見聞、周遊 說什麼廢話? 原來你們去日本出旅行 就用經費到處去玩嗎? 是到處去, 但不是去玩 我這次故意經過大診的場地 竟然讓我發現 他的消防設備不合規格 還有一個良好的負責任世界公民 當然第一時間向日本政府舉報 現在他們已經在跟進調查 就是說他們的百貨公司三月開不成? 那邊的消防規格非常高 莫說三月, 聖誕節也未必能開得及 那大診這次不是賺錢嗎? 那我們網站都可以 不用趕下三月開了, 大龍先生 但已經公佈了三月開網站了 這一層我已經考慮過了, 大龍先生 我們可以在三月才推出一個試用版 例如將那些做好前期的商品 先放上網, 然後讓大家試用 然後再告訴大家 我們收集大家的意見 到五月的時候, 我們就推出完整版 試用版簡單多了 我們陳寶圖一定能處理 而且我們還有充足的時間 可以找我們的代員 人、石員、美美子去拍個微電影 再配合五月的完整版一起推出 相信效果會更好 聽起來真的不錯 而且我還有一個想法, 大龍先生 在我們推出網店的時候 可以跟百貨實體店一起開幕 到時一定更加大聲音, 擊敗大臣 又會擊敗得更加徹底 好啊 好 不知道石雄先生你們這邊配不配合 大龍先生, 其實我也知道 時間可能很闖絕 要不然我們可以把他們之前 給我們的人手, 還給他們 好 裙子是幫得上手 好, 盡量 像我一樣 蠻子是為一位